有个大学毕业生从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向我控诉说 他在一间公司里面苦干实干完全没有私心的 非常努力的为公司卖命 但是往往得不到公司的一种重用 也得不到老板的提拔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我就问他 请问他跟老板的关系如何 他是否跟上司的关系是和好的 他就告诉我了 一般一般吧 那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努力在公司里面卖命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很重的关键点 就是要懂得搞好人际关系 我们说今天会做事 更要懂得会做人 如果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关系不和好 就算我们多有实力 多努力 拥有一纸文凭 那又如何呢 其实在公司里面要真正得到一个提拔的机会 我们必须要搞好人际关系 与上司的关系和好 我们未来的前途就会更加好了 我们未来的前途就会更加好了